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西上有进展 但是大的原则上的东西 也不可能有进展 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中美关系上 不可能有一个双赢的结局 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 蚕食它的势力范围 不会允许中国挑战它的世界的霸权 那么中国也不会放弃自己崛起的步伐 你想想中国的资本要走出去 一带一路 这些要寻找资源 矿产资源 能源 能源的安全 然后还有市场 因为国内的生产过剩比较严重 那么中国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 那么它需要寻找更多的市场 所以这个一定要和美国的 为代表的国际上的各国家的这种跨国资本 垄断资本 它们的势力范围会受到挑战 就像最明显的 中国现在在欧洲大量出口新能源汽车 所以这种就是中国的装备制造 中国的机器制造 甚至高科技 你像美国开始已经制裁了中国在高科技上的 但是华为最近又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这个两国呢 在这个科技竞赛 军备竞赛 这个势力范围的这个争夺 会越演越烈 所以这里边呢 没有就是不可能有一个双云的结局 这里边呢 很多人呢 还是有幻想 知识分子里边有很多有幻想 政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幻想 他们还是想着就是说 各种说法吧 就是认为双方要理解对方要容忍 包容 但是这个它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逻辑呢 就是要打败对方 就是在产品上 你要怎么去 因为市场经济逻辑 那就是竞争嘛 你竞争 你怎么会停留在 就是怎么说呢 平起平坐 你达到了平起平坐了 那就是推翻对方的时候了 对吧 因为没有一方会满足于自己 跟对方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这种竞争呢 是没有止境的 没有止境的 那所以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达到双赢 实际上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那么有人就说 你看这个西方 它不是有那个反垄断法吗 但是那个 那是在他一个政权的条件下 他有反垄断法 但是国际上不可能 国际上就是谁的实力大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 他是说火力就是正义 这是帝国主义嘛 就是说谁的火力大 谁就是正义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的逻辑 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来说 那么美国的肯定是最正义的 因为他的火力最大 所以这强盗逻辑 所以现在网上 信封这个的还是挺普遍的 所以这里边的就是一个 在这种条件下竞争 那么双方的就像一个三国演义 就是那个 怎么去联合一些 这个中间势力 就是看亚非拉的这些 都是中间势力 你像欧洲 那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这个日本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但是其他的国家 亚洲的 非洲的 拉丁美洲的 这些呢 都是属于中间地带 就是不完全是 美国的势力范围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中国的产品可以出口 中国可以在当地搞矿产 获得石油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将来竞争会加剧的地方 说实在话 几年前 川普制裁中国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老师问我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日本呢 你看日本他不挑战美国呀 那他闷声发大财呀 虽然你看日本的这个GDP 不是非常高 有从90年代到新代就没有增长 基本上持平 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呢 日本的这个资本 他在全球啊 所以他的 他在全球产业链里边 他赚大钱 所以你别看他国内的这个经济 没有什么大的增长 但是日本在全球各地都有他投资啊 所以你看GDP是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呢 日本在全球都有投资 这些投资呢 不算在他的GDP里边 这里边收益 所以呢 那恐怕更重要应该计算叫GMP 对吧 就说国民收入 那么国民收入 日本应该比他的GDP要大得多了 所以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日本呢 学日本 我们就闷声发大财去 咱别挑战美国 但是咱们赚发财嘛 我说你要想学日本 你得放弃你的核武器 你得允许美国驻军在你的国土上 你以为日本愿意这样做吗 日本当时美国打压他 那是80年代90年代 对吧 广场协议只是一部分 最主要的是 美国当时打压日本的高科技 愣说日本的高科技 是剽窃了美国的技术 美国全世界偷听监视 所有的国家的 然后他道不打一耙 说人家日本是剽窃了美国的技术 哎呀 没点说理去啊 这是帝国主义啊 所以呢 要走那种日本的闷声发大财的 这个道路 那你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 你就必须放弃军事主权 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都得放弃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好多知识分子 当然这也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的老师啊 教了几十年的国际贸易 一直讲的是双赢双赢双赢 结果面对新代的这个现实 你就发现 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什么双赢 那只是说 要么你是按照美国的这个指挥棒 去赚钱 你不挑战他的霸权 那么他允许你赚点钱 但是你要是一旦要挑战他的霸权 他是毫不客气的 国际我们这个 对外经贸大学对吧 讲国际贸易的 根本不懂得帝国主义啊 不懂得帝国主义啊 所以活生生的现实 使得很多人非常惊讶啊 这个交流几十年的双赢 结果这个啊 就不讲道理啊 也没道理可讲的啊 你挑战美国的霸权 人家就是不客气啊 所以这里边是一个活生生现实 那么中美双方援手对话啊 改变不了这个基本的逻辑啊 就是说一个崛起的工业国啊 需要资源需要市场 那么他必然要和现有的这个霸主啊 立发生冲突啊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 那么怎么办呢 这里边呢 就是通过科技竞赛 军备竞赛 这样的话 使得这个对方啊 就是说你最后 因为最后是按照实力说话的 按照实力 按照你的科技实力 按照你军事实力 在这国际关系上 它就是实力原则 这是帝国主义时代 没办法 所以我可以预见 将来在这个科技上 在军备上 这个会越远越烈 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双方通话 避免一些误会 对吧 避免一些误会 你就像苏联当时和美国 他有热线 他也是害怕有一些这个 小的冲突 引起大的冲突 也是都害怕 这个把这个火药桶给点燃了 所以在这个冲突呢 把它限制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不要误判 不要误判对方 所以就像那个 当时 川普在美国胡闹 对吧 那么美国的这个高层 那个 他叫什么呀 联席会主席嘛 最高的那个美国的军人 和中国的军人通话 就是说 我们没有这个发动突然袭击的这个意图 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要理这个川普说什么 就怕这些政客 为了竞选 为了国内政治 夸下海口 胡说八道 导致呢 对方很紧张 所以双方的援手啊 军方的互相对话呀 起到一个避免这个误判 避免这些误解啊 等等 把双方的意图表清楚了 这样的话 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这个东西呢 有价值 不说没有价值 你像这个 是61年还是什么 那个古巴导弹危机 那么苏联当时呢 就把这个导弹 偷偷的安到古巴上去了 那么美国就特别紧张 你把导弹放到那儿 你对谁呀 所以呢 就差点引起一场核战争 所以 这种事情呢 要避免 在大国之间 不要搞小动作 你搞小动作 你以为自作聪明 那会引起误判 那会有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双方的高层需要对话 需要减少误判 减少这种核冲突的风险 军事的冲突的风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双方对话是有好处的 要不然的话 互相猜测 猜测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其实很清楚 那就是军备竞赛 势力范围的争夺 这是很清楚的 但是呢 那是长远的 那是宏观的 但是微观上 具体的 你这个 你这调兵前进 干这个 你干什么 对吧 你到那儿去建这个基地 建一个导弹 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吧 好多具体的东西呢 需要防备 引起误判 所以呢 我觉得双方 总的来讲啊 双方高层啊 援手啊 军人之间啊 商界啊 互相沟通啊 有助于这个 避免啊 这个不必要的冲突啊 不必要的误判误解啊 这方面是有积极的 长远 没有双赢的方案 这个 真是难说 将来会怎么样 我们知道 从 从结局上来讲 没有双赢的这个方案 不可能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尽量避免 不必要的冲突 这是我的看法 今天关于这个 咱们先聊到这儿